其实庆隆有透过铜箔基板的这个产业的分析 告诉大家要寻找台股中具有竞争力的隐形冠军 其实铜箔基板产业其实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产业 那还蛮欣慰的 其实这段时间它近期的股价的表现 真的也是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 那像这个台药 我记得投家日报是在五十几块开始追踪 我们从它月KD指标在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开始追踪 然后一路的持续的追踪 那甚至在四月二十号的时候 我们当时投家日报有举办一个跟庆隆见面会的讲座 那时候我也特别点名的台药 是今年我觉得非常大家值得关注一档标的 那所以随着它在七月二十六号的时候已经涨到一百四十一块了 所以换言之这三个月来 它的涨幅已经高达了一百一十六percent 所以刚才庆隆我特别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订户 它的这个获利的对张单都是一百percent起跳的 那应该很多都是来自于这档股票的一个获利的贡献 那除此之外 其实也有一位日报订户的真实回馈 它的回馈 这位订户非常资深 大概我记得 他应该订购投家日报 已经超过五年以上的时间了 然后他有一个心得 他的心得就是 他发现每一次啊跟倩蓉老师的见面会之后啊 都会捡到大标果 而且屡市不爽 所以他写了一个回馈文 真的非常感谢孙倩蓉老师 那他上一次的见面会 就是我们在四月二十号这一场的这个见面会 然后他听完之后 他就立马的去买台药这样子 对然后很开心的看到近期这股价的上涨 应该获利真的是蛮丰厚的啦 那谈到了见面会啦 倩蓉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我们投家日报的下一场 那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场 跟倩蓉的见面会啊 我们预计在八月十七号 礼拜四的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我们会举办 那我们地点会选定台北市的商周书房 然后是靠近行坑宫捷运站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一场的讲座的主题叫 AI护体台股出大运 那我们这场的讲座要怎么去报名参加呢 你只要是我们两百四十份的投家日报的订户 你只要在八月十七号以前 你剩余的分数还剩超过一份 那你就可以免费的参加 所以这是一场回馈给我们两百四十份 投家日报订户的一个见面会的活动 如位同学可能当天不方便来到现场也没关系 我们这场讲座我们还提供了直播的一个观看的功能 所以你即使不方便来现场 你也可以第一时间第一手的掌握现场的一个状况 所以非常诚挚的跟大家推荐 那当然现在订购投家日报两百四十份的 其实还有这个五大好礼 那这五大好礼 第一个是价格优惠 分子要四十块 那第二个你可以免费的回看五天的日报 那第三个你可以免费的加入日报的专属的LINE群 那第四个就是你可以免费的参加这个AI护体台股出大运 跟庆隆见面会的这个实体讲座 除此之外第五大好礼 就是你可以免费获得上述这场讲座的线上观看权限 而且可以无限次观看六十天 所以优惠直到八月十六号 那如果同学有免费的话 欢迎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进入到订购网页 或者在上班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2 2510 8888 我们会有亲切的客服人员 协助你去办理订购投家日报的事宜 今天的主题就爱高股息嘛 那除了高值域的股票之外啊 那当然还有很多今年以来 大家也蛮疯的所谓的高股息的ETF 这今年的高股息的ETF真的不得了了 真的是绩效吓吓叫 那我们以这个国人最爱的两档的高股息ETF举例啦 这个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 已经有103万人是他的受益人了 那另外一档是0056元大高股息 这个也有90.3万的受益人 这个是国人最爱的两档高股息来讲 今年的绩效真的是吓死人了 00878今年以来 截至8月8号的报酬率是38% 那0056是45% 大家没有看错 ETF可以涨45% 哇真的厉害 那如果是今年以来 那如果是近一年以来的年化报酬率 0087%是35% 0056也有38% 那近三年00878是18% 0056是13.5% 那近十年00878还没有 但是0056是成立很早的一档ETF 所以他近十年年化报酬率也正式的突破两位数 达到10.19% 我记得前两个月做这个主题的时候 好像还才9%而已 现在已经跳升到10%了 真的看到这样子高股息的ETF 在今年以来这样子的绩效表现 哇真的是 连高股息ETF 都感觉好像变标股一样 我刚才讲那个晶圆电子嘛 就是从今年三月份到七月份再涨了54% 对啊 然后当然从底部上来已经翻了一倍 这通常我们市场的个股 认为有这样的报酬率就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我们今年ETF 高股息的ETF竟然有来到45% 今年的报酬率 哇真的非常的吓人 好那报酬率来到这样子啊 那接下来就遇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开放给同学来回答 就是假设啦 你有买到或者是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或者是你的家人 有买到这个高股息的ETF 我们来帮他恭喜拍手按赞 真的好棒好棒好棒 那他们看到今年的账面的报酬率啊 哇0056已经来到45%了 然后00878已经来到38%了 个人的看法 虽然我认为短线上 这个短线可能是半年 台股已经涨到天花板了 其实要再持续的往上攻 其实机会已经大幅下降 但是如果我把时间拉长 确实啦台股这个天花板 未来有机会变成地板 所以你这个时候buy and hold 你应该长时间 这个长时间指的是可能三年后五年后 你再回头来看 你会觉得你不卖是对的 那基本上对于ETF这些的操作啊 其实我个人啊 长期其实有一个主张 这个主张也想要分享给大家 因为有时候我去演讲这个 关于ETF的主题的讲座的时候 就会有同学问说 什么时候要买 什么时候要买 对啊 那基本上ETF啊像这种 不管是00878或者是这个0056啊 这样子的ETF啊 这样子的ETF啊 基本上 其实要卖啊 其实有两个判断的依据啦 那第一个啊 其实我通常我认为啊 真的认为 今年这样的涨幅啊 如果就指数来讲 指数型的 因为高股型的ETF 通常跟连接指数是蛮相关的 通常指数型的ETF啊 在一个年度 大概不到一年 只有8个月可以涨到38% 45%啊 应该要卖了 真的要卖了 就是通常涨个35% 一个多头反弹个35% 就指数型ETF来讲 算是很下下轿的 个股可能还没有 个股可能可以涨个一倍两倍 但是指数型的ETF啊 要涨到一倍两倍 没有这么容易 所以通常涨个三成四成 真的基本上 应该要获利了解的 但是啊 有个很重要的啊 虽然我认同可以 这个时候见好就收获利了解 但是我却主张什么 我却主张你获利了解完之后啊 获利了解完之后 你应该要继续的定时定额的扣下去 怎么说呢 就假设啦 假设我今天 我可能原本我买0056 或买00878 已经买了一 可能现在目前卖掉 我账面有100万的价值了 那我把它卖掉之后啊 我把它卖掉之后 那我不是回收了100万的现金回来吗 那100万的现金回来之后啊 千万不要花掉啊 千万也不要去乱买其他的股票啊 就是你既然已经选择ETF 那你就好好的去选择 透过ETF的傻瓜投资数去创造你未来财富自由 它可以提早退休的目标 你不要再去想其他的 如果你要投资个股 你可能基本上你要对一些个股 有一些基本上的了解 不然投资个股的风险 确实是比ETF高很多 所以如果你已经在ETF这个商品中 已经有不错的获利的话 我的建议是你还是继续的在ETF中去创造出一个富贵稳中求的条件 那当然如果你有闲情 你有多余的时间 那你想要创造出更高的报酬 你再来投资个股 那重新再回来 就是我假设我这时候卖掉0056 卖掉00878 我回收完100万的现金 100万或者是10万或者是50万不等啊 我们就用100万好了 100万的现金之后 那我会建议你这个 这些回收完的钱啊 其实你再继续的定时定额扣款 但是这个定时定额扣款啊 他你可能可以把金额拉大 我可能把100万 我把它分成这个40等份 40等份 我每个月扣25000 每个月扣25000 每个月定时定额扣25000 然后基本上我就可以加速的去累积一些部分 累积一些基本的一些部位了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股价如果 如果在下跌 那基本上你还是可以买到更多的单位数 那如果 因为我认为整个行情会有一段时间在这边盘 所以你用定时定额的去买啊 其实你会比较耐得住性质 因为你可能一个月才扣一次嘛 那假设我们这个行情要盘整个半年 甚至可能要盘整个一年 哇那你至少你扣了12次嘛 你就觉得每个月有点事情在做 那如果行情涨上去的时候 那你就会比较开心一点的 那所以我认为大家有听懂吗 第一个做法就是你想要获利了结 其实也可以啦 你把它全部卖光之后 但是你一定要做下面这件事情 就是要再定时定额的再把它买回来 而且定时定额的金额要加大 你可能原本是可能定时定额三千五千一万的 我都认为你一次赎回来之后 你应该要加大你的定时定额 然后你透过用时间来换取台股盘整之后 可以磨掉你耐心的那个过程 对啊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支持不卖的 其实我认为是因为还没到时机 对啊 那过去我长期有跟大家报告就是这个ETF嘛 比如说0056 我们看这个0056 它要不要什么时候要卖 那我通常会看K线 然后看月月 然后点KD指标 它这边红色的是月K 蓝色的是月D 它才在今年的1月底 才出现月KD在D档黄金交叉 那通常在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买点 那你要一路的buy and hold到什么时候 buy and hold到月KD出现死亡交叉 所以以下目前这个月KD 还没有出现死亡交叉的状况来讲 其实当初你是因为月KD低档黄金交叉 买进的 你真的就要等到buy and hold到月KD死亡交叉再来买 对啊 所以好像你涨了四成的 你很想卖了 对啊 呃 可以啦你要卖 但是你卖完之后 要记得定时定额扣回来 对啊 然后定时定额买回来 那除此之外 那月KD其实一个帮助的方式啦 相同的我们看到00878也是一样 这个一样 哇 突破20块了 今年也涨得下下降 那一样你看它的月KD 这个红色的是月K 蓝色的是月D 那它一样是在今年的1月份 月KD28穿越了月D26 呈现了第一档的黄金交叉 所以当时在16.88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红色的曲线都还没有 由上往下穿越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 都还没有呈现死亡交叉 所以基本上其实应该是 还持续的buy and hold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啦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看起来一个 一个结论 一个结论 如果你有长期听欣容老师的节目的话 你应该可以知道欣容老师的分享 就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尤其我们看到最近外资啦 我们看到一些新闻的媒体嘛 就是很多的外资啊 都在大幅的在卖超00878 在大举的在卖超0056 甚至在大举的卖超一些像 比如说一些高股息的一些ETF 包含了像00929这个富华台湾科技优袭 所以看到很多同学看到 哇卖的这样外资卖成这样 要不要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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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记住欣容老师讲的这两个 第一个如果你想要获利了结真的可以 那你卖掉之后 你再继续的定时听额买回来 那第二个其实你就是耐心的等待 月KED出现死亡交叉的时候 你再来找这个获利了结 你才有办法把你的获利极大化嘛 通常黄金交叉到死亡交叉的时间 可能要长达好几年的时间 那看同学有没有这个耐心嘛 那如果你常常这种要buy and hold 觉得好像太无聊了 那基本上那你就定时定额吧 定时定额吧 把它买回来好了 那除此之外 基本上其实我刚才有特别提到 就是台股虽然现在目前涨到天花板 但是我认为这天花板未来会成为地板 是因为整个多头行情都还没有结束 那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这个这也是我先前跟大家分析的 就是我们台湾的加权指数 其实有非常大的比重 都是来自于半导体产业 那所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好跟坏 会影响到我们加权指数会上涨还是下跌 那这张图其实是呈现 这个橘色的这个柱状 其实是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 然后蓝色的这个曲线 是整个的加权指数 那我们追踪2012年以来 其实有一个惯性 其实就是当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 当到谷底之后 开始出现回升的时候 那台股都会出现一波蛮大的一个多头的行情 比如说像2012年 全球半导体销售额 碰到谷底开始回升的时候 台湾加权指数 后续又再涨了26个月 涨幅来到32% 那2015年的时候也是一样 大家看到这个橘色的这个柱状 也荡到谷底之后 然后开始出现回升 那台股后续再涨了49% 再涨了28个月 那2018年 这条黑色的 这个黑色的其实就是当时的最谷底 那谷底完之后 开始出现了回升 开始回升 半导体的销售 开始出现回升的时候 台股就跟着持续的再涨90% 那2018年这一段整个整整涨了33个月 那所以从过去的这个经验来看 一旦全球半导体的销售从谷底开始翻扬的时候 它至少会上涨超过两年的时间 那平均的涨幅是来到57% 所以换言之今年的2月份 这个黑色的 这个是黑色的 这条是出现在今年的2月份 这一条也是今年全球半导体的销售额的一个谷底 那之后3月4月5月6月就开始出现回升了 那7月8月9月应该还会持续的回升 那目前来讲其实从谷底回升只涨了4-5个月 涨幅大概在14% 所以以这个时间点来讲 也没有满足这个上涨超过两年 就这个涨幅来讲 也没有满足这个平均57%的涨幅 所以换言之台股真的还有一波的多头可以去做期待 这是从这个半导体的销售额 跟台湾加权指数历史的关系来看 其实我们有看到这样子的征兆 那除此之外 庆隆长期观察这个月KD指标 台股黄金交叉之后 也平均会出现52%的涨幅 跟平均22.85个月的多头行情 大家觉得很巧 跟上面这张图很像 这张图是半导体销售额碰到谷底之后翻扬 平均涨两年 平均涨幅57% 但是台股月KD指标出现黄金交叉之后 平均涨幅是52% 然后平均多头是22.85个月 也接近两年的时间 其实蛮不谋而合的 台股最近一次的月KD在低档黄金交叉 是出现在去年的12月份 那时候月K在25.83 月低在25.62 当时收盘指数是在14137 所以现在才8月嘛 所以才涨了8个月而已 对啊 所以那个就时间来讲 其实也不算多 那涨幅来讲 大概已经涨了两成嘛 所以大概也涨了 大概只涨到一半而已 所以就时间来讲 其实也不到平均的多头时间 就涨幅来讲 也不到平均的涨幅 那因为毕竟追踪过去几次 月KD指标出现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 比如说2019年3月份 当时台股从10641涨到18619 整整涨了22个月 涨幅74% 那深知在2009年的3月 低档黄金交叉的时候 台股从5210涨到9220 涨了24个月 涨了76% 2004年12月份 这一次的低档黄金交叉 涨了35个月 涨了60% 2003年的5月 这一次的低档黄金交叉 涨了56% 那2016年的3月 这个低档黄金交叉 涨得比较少一点 只有 也但是也有28.89% 所以看起来 即使以现在目前的这个幅度来看的话 大概支持我认为台股的多头行期 还没有结束的一个结论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当然 目前手中持有的 已经赚了三成四成的一些ETF 高股型ETF 越不要卖 听完我们这一集 应该不会纠结了 对啊 如果你能够耐心持有好公司 它所带来的效果的话 我觉得可以等待多头行情 对啊 这一波的多头行情 似乎还没有结束了